大家好 今天要來拍一下開箱 要來開箱什麼呢 SUPER JUNIOR的15週年的第10集 雖然說15週年就是因為它出的速度 對就是一延到現在已經變16週年了 但是還是很開心 然後我買了兩個版本 它這一次的專十幾 總共出了13個版本 之前其實我看到還蠻多網路上的人 知道說我是ELF之後呢 大家都一定會以我全包沒有 其實我是買了兩個 我買的呢 就是因為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巴山賴 所以我買了利特跟希特的 兩天前就已經收到了 然後我非常的想要開它 因為我想要知道裡面的小卡拿到的是什麼 但我想說不行我要拍開箱 所以呢我現在終於要來打開它 我現在非常的興奮 而且這一次回歸其實看了非常多 他們的那回歸的舞台 其實今天我拍開箱的前一天 剛好是他們最後一個那個回歸舞台結束了 其實有點點上心 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來開利特的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是利特的 這裡還有一個他們自己 他自己的名字的書寫LT 利特這裡 利特 這一次其實我還蠻看到蠻多人開箱 因為他一次買了13個版本 哇排在一起真的很像地磚 但因為我個人呢就是只有買兩張 所以呢感受不到那個地磚 但老實說我收到的時候一打開 其實還蠻興奮的 因為就是你知道 就是很漂亮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背後 背後是長這樣子 相框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現在已經拆開它的包裝了 它打開呢就是這樣子 哇 我也是第一次看的 中間這個呢是它的專輯 然後呢我們先來看這個好了 因為它每一張專輯裡面都會附一個 大的圓的照片 然後寫真集 寫真集的話有團體的寫真跟個人 哎呀怎麼這麼可愛啦我的媽呀 是不是很可愛 是不是連夫妻臉 好啦好 很可愛耶你看 但我喜歡 烏尼特哥穿衣服的樣子 因為它有裸肉餅 所以呢 它之前有一陣子還蠻長 就是衣服穿很少 但我比較喜歡它有穿衣服的時候 有講這什麼內容 然後你看這也是一大張的 照片 真的很漂亮耶 怎麼可以這麼漂亮咧 這張其實有一點點網址的感覺 你看這張 也是很漂亮 然後它背後不是相框嗎 它裡面就有一本是相框裡面放那個力特的照片 這個應該是團體 喔這是個人的寫真耶你看 它真的 而且特哥的穿衣風格跟我一樣 就是不是應該是我的穿衣風格其實跟特哥一樣 我們都很喜歡穿白色的衣服 或是看起來會讓氣色比較好的 因為像特哥之前有一陣子很喜歡穿螢光綠的那種衣服 其實我也很愛 你看這種全身的照片 哇這真的是 不要給你們全看 不然全看你們就不買了 哎唷怎麼這麼漂亮 好了這個這個是寫真 我們先放著 我等一下好好的欣賞一下它 這個就是團體寫真了 但我沒有很喜歡特哥這次的髮型 因為我覺得它這次的髮型 對 因為它這一個團體的寫真就是它這一次的髮型 我在追SUPER JUNIOR的時候 其實那個西大已經沒有在跟團體的一些舞台活動了 所以其實他們這次回歸有西大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蠻 看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們就和 因為我看了非常多他們的綜藝 綜藝節目早期的 他們全部一起上綜藝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喜歡 像SUPER SHOW那一些 就是我覺得全部在一起的氣氛跟感覺 對我來說是最好的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的西美 我最近看那個認識的哥哥 我覺得他因為回歸可能有管理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就覺得喔天啊 他最近真的是美到一個新高峰耶 哎呀喔喔喔喔喔 美成這樣 再來就是小卡時間了 這是我們期待的小卡 就是在這個金色的袋子裡面 究竟我是抽到什麼小卡咧 好了我看一下我的卡片究竟是 嘿 嘿 欸 這個 帥帥的照片 然後小卡是這一張 這是我們特哥永遠的對鏡子自拍 看起來比較合理的照片 好這個我可以 因為不是他自拍就可以 因為特哥的自拍呢 都是由下往上這樣子有點偏長 長輩類型的自拍 然後美肌開的有點高 但是呢這個我覺得可以 背後還有簽名 可是給你們看一下 再把它認真的先收起來 因為我這個人呢 顧東西其實都顧得不是很好 所以呢要好好的把它收起來 欸他這個 這個大張的那個圓卡照片 後面這個是時鐘耶 你看 下一個是我們烏里西梅 西大的 究竟我是抽到了什麼呢 一樣上面也有西側的名字縮寫 然後跟西大的 後面的話呢 欸他的背後的相框 跟剛剛的那個利特 是不一樣的 特哥是不一樣的 這裡有一個西側 要打開囉 打開也是一樣 專輯 然後跟圓的照片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欸你們有發現 我今天特別喜歡藍色嗎 就是想說 打圓的照片 是西大的照片 然後背後也是時鐘 這張也是很漂亮 欸你們喜歡那個西側長頭髮 看那個我家熊孩子的時候 他剪短髮的時候 就很多人說 西側最近的髮型很好看 但我覺得他長短髮都很漂亮 我覺得可能五官 因為長得太漂亮 所以就是長短髮都很適合 你看這一張 喔我喜歡這一個 我喜歡這張 這張怎麼那麼漂亮 這樣子這樣有像嗎 背後的照片它是長這樣 特哥的 兩個 兩個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定點想說可以拍個封面照 我一打開就是我剛剛說我喜歡的 好 這樣 我再私下再自己好好認真看 我看一下團體照 團體照是不是也是一樣 欸團體照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就是要開小卡了 小卡 小卡 不能看 究竟小卡的照片是啥呢 好 一二三 啊這張 這張 這張就是他自己一直爆雷的啊 因為小卡裡面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照片的時候 我之前還很不知道在哪裡的時候 就有分享他的小卡是什麼 這個就是爆雷的那一張 可愛 西大的拍照也都是很喜歡那種側面的 應該說我覺得SUPER JUNIOR的照片啊 大部分幾乎好像全體都我覺得都是別人拍他們比較好看耶 他們的自拍角度 欸我沒有dizz他們 但我覺得就別人拍他們通常是最真實的他們的樣子 都比較好看 但自拍也好看 你看這真的多漂亮啊 因為我個人呢是巴山賴的粉絲 之前有人問我說SUPER JUNIOR喜歡哪一條線 像 常跟我分享的老ELF的朋友 他是赫海派的 然後我個人就是巴山賴派的 對 然後不知道大家如果喜歡SUPER JUNIOR們 你們是喜歡哪一組 但其實我覺得都喜歡呢 因為我算是團粉 雖然是我因為SUPER JUNIOR已經快要變成SN的家族粉了 但是就是SUPER JUNIOR還是我的我個人的本命 好啦這就是我今天的開箱 這專輯不知道 我這拿起來感覺會壞掉 雖然我不要拿好了危險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專輯真的很漂亮 雖然說演了很久 但歌出來的時候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的那個House Part 應該整張專輯其實我都覺得蠻好聽的 我有一首歌超愛的 The Melody我覺得很好聽 然後燒地板我也覺得很好聽 那不知道什麼燒地板 在那個Youtube點閱沒有很好 但我個人其實 來說很愛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看就很喜歡 對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搜尋一下 這一次他們新專輯的歌 這就是我今天簡單的開箱 有買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好啦就是這樣子了 拜拜 拜拜 再見 來拍子 我今天 clue 很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